因為台灣今天分別有四例的本土案例 跟兩例的境外移入案例 我們先來看到 其中兩名的境外移入案例 都是跟埃及爸爸 在8月14號入境的 我們就來看到在埃及爸爸 他現在CT值也是很高 同時他的親戚 還是他的哥哥 同樣也是有染疫 都是呈現陽性 8月4號一起搭乘班機入境的 那麼是住在防疫旅館的時候 剛入住的時候是陰性 但是後來是由陰轉陽 由陰轉陽CT值都很高 需要進一步的研判 那麼我關心的是我們的本土的案例 是新北大樓有非住戶感染 好這個對象 其實他是一個裝修工人 裝修工人跟他太太是一起住的嘛 但是他們為什麼會感染 其實他自己也到現在都想不透 因為他是沒有進到這棟社區的 只是因為他待的裝修公司 有在這棟大樓來做裝修的工程 所以就變成說整間公司 他必須要做這個PCR的採檢 這麼一篩才知道原來他是陽性 可是因為他沒有實際到這個社區大樓裡頭 只是因為公司有在做這樣子的裝修工程 所以還必須要做採檢 所以目前呢 不論是像是幼兒園的感染 還是大樓的環境檢體 看似都是陰性 可是我們還是很擔心的是 有沒有可能其實有一些黑樹 還沒有被找出來 因為現在有相關個案累積達到了27人了 指揮中心呢 又有公佈抗體結果 初步這樣子的研判呢 較早感染的 有可能會是埃及爸爸這一家人 而指揮官陳時中就說 其目前呢是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發病最早的 有可能是幼兒園老師 而第二個有可能的就是 抗體陽性的埃及爸爸 我們趕快來聽聽指揮中心 稍早的訪問 源頭現在很難判定 當然有幾個以發病日 比較早的情況來看 那會覺得就是說一個源頭 當然是16129 那另外一個就是 沒有錯 16129就是老師 那另外可能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埃及人 這父親等於是16 這兩個都有它的可能性 這個事件我們已經檢驗了18案 的血清抗體 那這當中就是總共有 三個是弱陽性 那這三個弱陽性都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那大家可以看那個圖裡面有個別的暗號 那另外有兩位分別是這個老師 以及護理師 他們也是陽性 但他們都是打過疫苗 所以這個抗體 其實數字也數值也蠻高的 跟他打過疫苗是相符合的 不過我們有再進一步測那個跟疫苗 無關的這個N抗體的話 兩位都是屬於陰性 表示說應該感染也不是太久 那另外還有三位是抗體陽性的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16 145 16155 16160這個家庭的父母子三位 那這三位都是IGM陽 IGG陽 那大概表示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一般感染之後大概7到10天 這個抗體會 轉為陽性 那IGM大概從這個轉為陽性之後 通常持續一個月 那也有可能可以持續到12個星期 就是大概3個月 所以這樣的情形看起來 就是說 IGM還是陽 但是還沒有消失 那大概是一個月內以內的一個 一個事情 不過當然從這個7天到一個月當中 這個範圍很大 所以我們只是用這樣來推斷 那另外還是看起來 就是說從整體的這個CT值 以及發病日 還有這個抗體的結果來講的話 應該這個比較早感染的個案 可以說應該是這個16145 16155 16160這個家庭是目前比較推論 應該是較早感染的這個個案 好我們持續來聚焦的是今天新增 4例的本土跟2例的境外 以及1例的死亡個案 那麼指揮官陳仁中表示說 台北市跟新北 各有2例本土的案例 那麼其實呢 有一名是新北板橋的裝修工人 不過其實他的戶籍是在台北市 所以這工人的這個案例 是歸類在台北市 匡列太太也是確診陽性 清北市的2例跟幼兒園 以及這個住宅 是沒有特定的關係的 2人是同住者 新北這個 這個 集合住宅 又有一位 在那邊就是一個裝修的公司的人員 那他被淹出來 那不過他是居住在台北市 所以就歸在台北市 那另外剛剛 剛因為他淹出來以後 那也匡列他太太 所以他太太也淹出來是陽性 所以台北市這2例是跟新北市 這個集合住宅 可能有關係 但是還要需要再釐清 不過他居住是在台北市 所以歸在台北市 那新北市的2例 跟基本上是跟幼兒園跟集合住宅 這2個 看起來離得比較遠 那似乎沒有一個特定的關係 那這2位是有一位 被驗出來陽性 那繼而他的一個同住者 也採檢 那也驗出來是陽性 裝修的工人 那據他們在初步 現在是很初步的資料 他好像也沒有進到裡面去 當時他們公司有在那邊裝修 所以公司要求全員要採 那所以他就那個地方有在採 所以他就到社區去採了 那至於在環境的簡體 我們不管是幼兒園或是 這個住宅大樓在環境採檢 目前都還是陰性